午餐時間等一下甜點要吃些什麼呢 最近這個甜點馬卡龍很有趣 因為就發現了這應該是一個法國甜點 但是最近它的口味卻會變得比較台式 譬如說裡頭可能會有所謂的鳳梨酥 或者是有其他的比較台式口味 珍珠奶茶醬的口味 而之前在台灣我們的馬卡龍小泡芙 其實最近則是有西方的口味了 像是加入了咖啡核桃或者是檸檬雪辣 這維持古早費工的做法 可是西式口感吃起來又大不同 可愛笑臉包裝這原本是傳統台灣小泡芙 換上新裝黃的白的咖啡色 台灣甜點界的馬卡龍做工繁複 生雞蛋一顆顆再倒入橘子水 隨後加進麵團獨門比例得拿捏好 到時候就能有酸甜鬆軟的滋味 師傅一個個擠出泡芙餅的雛形 逆弱動作量得要差不多 口感和熟成度才會一樣 你的腱骨距離要取好 然後手指頭控制麵團的力道 倒下擠就成一樣 接手咬起特製西糖粉打在奶油上 這可是維持古早味外觀的秘訣之一 一盤盤出爐挑起吹涼風乾 小泡芙上頭裂痕 就是糖粉溶出的特殊痕跡 能維持泡芙餅的蓬鬆度 我們都是採取高溫短時間烘焙的方式 這樣子才不會說事先烤久了 你的蛋糕底它就會乾掉 中西河壁的台灣馬卡龍創造多層次結合 而傳統法式馬卡龍則是改走本土味 五顏六色就像珠寶盒一樣 像是這光亮棕色外皮 可是珍珠奶茶馬卡龍 內餡奶油加入藍伯爵茶 混合白巧克力 切開之後一塊黑糖QQ 就像在喝奶茶一樣有台灣味 還有白色偏黃外皮 上頭有焦糖炙燒過的膠痕 裡頭包覆著土鳳梨 一絲一絲的吃馬卡龍 就像在吃鳳梨酥 很在意食材新鮮這部分 就會都用台灣的一些新鮮的水果 然後市場就是當天去市場挑 主打精緻的法式馬卡龍 開始走台灣味 而台式馬卡龍也吹起西式風 中西交流的甜滋味 讓馬卡龍多了更多層次的口感 記得參加成員台北菜坊報道 跟旺苍 因為旺苍